接下來為你播出的是 由天堡旅遊冠名贊助的 晚間粵語新聞 田聯邦財政部長忽然握下 突然離世 曾經本國聖壇 肯年64歲 烏克蘭軍車進駐東部親俄城市 遭親俄民眾抵制 新年代、新年代被奈處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4月10日 星期四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嘉欣 新聞的詳細內容 在上個月剛剛辭職的 前聯邦財政部長忽然握下 今天在呃太華家裡逝世 享年64歲 據稱,忽然握下 在今日中午離世 警方接報之後 趕到許可惟於鄂泰華的御所 弗蘭厄帝的太太和三個兒子發奪表 簡短聲明 指弗蘭厄帝在安城中離世 並向各界的關心和支持他的人士表示感謝 聯邦國會今日的質詢環節 亦都在弗蘭厄帝的死訊傳出之後暫停 安省立法會亦都暫停工作 本國政界人士 紛紛向弗蘭厄帝的離世表示哀悼 佛蘭厄帝在上月辭職 有傳他是患有嚴重的皮膚疾病 需要服用強力的藥劑治療 令他經常體力投資 但是佛蘭厄帝在辭職時 否認了身體欠階的傳言 佛蘭厄帝1949年12月30日生於灰省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踏入政壇 自保守黨2006年上台以來 佛蘭厄帝是唯一一個 沒有變更過職務的聯邦部長 昨日在多時一棟寫字樓 遲到傷人的華裔男子 在今日初次過堂 來自墨西沙加的47歲華裔男子 中文聲明譯音叫做李廠 昨日上午9點半 李廠遲到衝入 位於殷甲約Mills的寫字樓 刺傷四人 其中兩人傷勢嚴重 警方說重傷的兩人都是李廠的上司 他們昨日正處理解僱李廠的事宜 而受輕傷的兩人就是試圖阻止李廠傷人時被傷 解僱李廠的人力資源 公司今天發表聲明 證實李廠是他們公司的前職員 約克大學在今年3月初發生槍案 案中受傷的兩名女學生今日宣布 將針對校方採取法律行動 指控學校在保護學生方面失職 並索償2,000萬家園 今年3月6日晚上10點45分 約克大學發生槍案 導致兩名女學生受傷 22歲的槍搜目前被空以8項刑事罪名 在今日兩名雙者聯同其他綠人宣布 將一起起訴約克大學 其中一名雙者在記者會上說 約克大學保安不力 竟然被犯罪分子持槍闖入校園 令5萬名學生的安全受到毀孽 而代表雙者的律師仲說 除了起訴約克大學之外 還將賦予當局 對多次其他學校的保安工作進行監察 在飛機上使用無線上網Wi-Fi服務 以後對於本國民眾來說就會更加容易 加拿大航空公司宣布 由下個月開始 為乘客提供航班上的無線上網服務 公司希望到了明年年底 無線上網服務可以覆蓋全部北美航班 加航現在在兩架A319飛機上 施行無線上網服務 加航和無線網絡供應商Google公司合作 預計到今年年底 將會有29班航班 能夠為乘客提供無線上網服務 總部設於美國的Google公司 目前為多達2000班航班 提供空中無線上網服務 除了加航之外 美國西捷航空公司也都在今年2月宣布 與日本松下公司簽訂合約 為公司的波音737客機 提供新的娛樂系統 其中亦都包括無線上網服務 預計各航空公司 會對使用無線上網服務的乘客 收取費用以此增加公司收入 由於盈利下跌 近南大廣播公司CBC今日宣布 需減開支1億3千萬 並會在未來近年 裁減多達657個職位 亦都不會再買體育賽事的轉播權 加拿大廣播公司行政總裁 拉科華今日說 削減開支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 在未來 加拿大廣播電視台 將不會跟其他電視台競爭轉播權 尤其是體育賽事的轉播權 並會縮小體育部的規模 但是公司說 仍然會轉播類似奧運會 這些國家級別的體育賽事 而在裁減的657個職位當中 有334個系傳職職位 事與電視台方面 加拿大廣播公司 將會減少轉播現場音樂會 另外 一些地方演出也將會取消 在2012年 加拿大廣播公司失去了聯邦政府 高達1億1千5百萬的撥款 同時 廣告收入也日漸減少 而由於節目安排不力 公司的節目在黃金時段 流失大量年齡介乎25歲至54歲的 主要觀眾和聽眾 著多因素 導致加拿大廣播公司在今日 宣布削減開支和裁員 在早前 因為濫用公帑 而遭聯邦參議院停職的 保守黨參議員布拉索 今日被警方拘捕 他被控以襲擊他人、藏毒、 威脅和違反保釋條件等多項罪名 布拉索在今日凌晨4點左右 在灰省的私人御所被捕 警方接到一名女子的報案 說被一名39歲的男人襲擊 警方事後趕到事發民居 將布拉索拘捕 同時在他身上搜出少量何卡因 警方還在現場發現 不少家庭用品都被丟到門口 同時被捕的還有御所內 另外一名50歲的男人 布拉索在灰省家庭諾警局總部 被關押至上51點 之後就被警方正式檢控 除了今次面臨的控罪之外 布拉索還在今年2月份 同退休自由黨參議員黑博 共同被指控欺詐和背信 另外他還在2013年2月 曾經被指性騷擾 自今年2月份參議院停職之後 布拉索一直是握替華一間脫衣母 俱樂部擔任經理工作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國際方面的消息 天保旅遊帶你放鬆身心 暢游世界各地 中國旅遊 亞洲旅遊 歐洲旅遊 美洲旅遊 熱心的服務 貼心的照顧 天保旅遊還為你提供航空票務 酒店預訂 豪華郵輪 本地巴士團 以及旅遊保險和簽證服務 天保旅遊讓你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將咖啡豆磨成粉的瞬間 這個時候咖啡味道是最香濃的 可以聞到有很香的樟木味和焦糖味 當場秒殺了不少菲林 而另一位明星屯柏宇 也現身相場 一起探討關於婦女節主題的活動 桑記生還有對肝臣不足所引起的腰膝酸痛 以及關節風濕 這些方便是很有作用的 迷人的風景 悠久的歷史 全英文的講解 讓本土生長的華人 更容易了解到中國的秀美山川和風土人 我們會帶你到台灣的歷史 觀看景點 觀看景點 和活動的歷史人士 在福爾摩桑的歷史文章 準備好駕駛駛駛 因為我們會帶上阿里山 和遇到湖族 旅遊指南 帶你一起去度假 兩家攝氏幼兒園的家長 均接到校信通短訊通知 說因園區附近進行安全檢查 要求家長中午12點半之前 去接小朋友下午停貨 人多又密集的鬧市 拿磚打碎玻璃這麼大動作 竟然沒有人察覺 米標受費員就說 當晚下暴雨 那些賊很有可能利用吵雜的雨聲 掩蓋擊碎玻璃時的動靜 而且我們通常都是兩個人輪跡 停車位這麼長 我們 為了解開馬航失蹤之謎 尋找客機黑盒成為關鍵 繼中國和澳洲近日接聯偵測到 懷疑是失蹤客機黑盒的信號之後 澳洲海軍派出P-3列部座巡邏機 在早前發現信號附近海域 投下多個聲音定位浮標 今日成功偵測到新的懷疑是來自 客機黑盒的水底信號 和澳洲早前發現相信是 客機黑盒默出海域 和通訊號的位置相同 聯合協調中心表示 新發現的訊號 相信是由人造物體發出 會連夜分析 如果證實 將會是第五次偵測到華爾的黑盒訊號 目前 搜索範圍在帕斯西北約2300公里海域 面積縮窄至接近58000平方公里 是搜索開始以來最小的 中國2276運輸機 也對前往發現信號的海域 在距離海面300至600米低空搜索 持續搜索兩個小時後返航 另外 由中國井岡山艦、均輪山艦和海口艦組成的編隊 也繼續在澳洲移西約1000里展開水底素質查證 對於澳洲多次在同一海域偵測到密充信號 中國國家海洋預報台專家分析該海域的地形 指海溝深度超過6200米 並處於海山區地形複雜 若未來出動海底機械人也難以操作 形容搜尋難度將會相當之大 澳洲政府的文件就指出 黑盒仍然可能會繼續發出微弱的信號 最多可以支撐多10天 但是若果電池完全耗盡 下一步將要出動無人潛水器南京21進行掃描 製作星納地圖 至於調查方面也有新進展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引述消息報道指 實踪馬航客機正機師沙亞 證實是最後一位同控制塔通話 有指當時沙亞的語氣並沒有異常 也不似處於緊張的情況 烏克蘭東部多個城市 繼續由親俄示威者佔領政府大樓 由烏克蘭軍車進駐當地 而美軍一艘導彈驅逐艦就駛至黑海 將會與北約舉行聯合軍演 烏克蘭的軍車在東部頓列池黑附近出現 部分更拖著大炮 當地民眾主要親俄羅斯 近日在頓列池黑、盧金斯黑等東部城市 都有親俄民眾占領政府大樓 要求舉行公投由民眾決定當地的前途 有據民擔心烏克蘭派軍車到當地 會令局勢惡化 有人更堵塞道路 企圖逼逼軍車離開 在盧金斯黑的保安大樓外 親俄示威者用車胎、鐵馬等 拆起重重障礙物 代行總統職務的國會議長 陶爾奇諾夫向示威者釋出善意 說他們只是被敵人利用 如果他們撤出大樓就不會追究 又承諾會呼籲地方政府更大權力 但是示威者仍不為所動 示克里米亞公投決定加入俄羅斯之後 烏克蘭局勢仍然較著 美軍的唐納德副克號導彈驅逐艦駛入黑海 另一艘法國海軍艦艦也駛到該海域 美國國防報紙唐納德副號會和北約盟友參與聯合軍演 致力維護地區安全 美國國務卿克里下星期會和俄羅斯外長拉夫洛夫等官員會面 商討烏克蘭局勢 但是北約被書長拉斯穆深襲獲 俄羅斯必須從烏克蘭邊境撤軍 才能夠繼續談判 南非殘障運動員 有刀片跑手之稱的皮斯托瑞斯 槍殺女友一案今天繼續審理 皮斯托瑞斯承認 當時他們正經歷一個感情不信的階段 但是他就堅決否認謀殺控罪 皮斯托瑞斯否認謀殺女友史蒂恩·卡姆柏 他聲稱當時以為女友是賊人所以開槍 此案的檢方就認為 他在去年2月14日晚 在家裏和女友發生爭執之後 透過洗手間的門束而槍殺他 而此案的守則檢控官尼爾 試圖將皮斯托瑞斯描繪成為一個自我中心 輕視女友並且是個不負責任的人 尼爾質問皮斯托瑞斯 為何不私底下向女友的家屬道歉 而選擇在早前為自己辯護時公開道歉 皮斯托瑞斯在接受盤溫時表現平靜 不史之前的曾激動落淚和嘔吐 皮斯托瑞斯說他一直沒有找到機會道歉 也找不到正確的言語來道歉